记者王俊杰新竹报道,新竹市清泉寺市专辞师傅及姓氏们今天捐出百件件暖暖被千包金门手工面条及百瓶沙拉油给弱势家庭与民众在寒冬来临前做好保暖准备。 市长林志坚说,期盼有更多爱心企业及团体站出来以实际行动寒冬送暖。 社会处长程雪慧指出,自87年起,竹市清泉寺市专辞师傅陆续捐出发布住户车及大批医疗器材。 历年捐赠的物资包含暖暖被1660件,金门手工面条9570包,百米7700公斤,油720瓶,米粉100包及营养口粮600包,让竹市弱势民众及家庭吃得饱,穿得暖。 林志坚指出,清泉寺市专辞师傅及信式抛砖引玉7年来累积的捐赠物资已让超过3600个弱势家庭受益,期盼更多爱心企业及团体为主事撑起幸福与爱的保护伞。 市府今天举办记者会,由副市长沈慧红代表感谢清泉寺市专辞师傅及信式,本次共捐赠360件暖暖被1500包金门手工面条及420瓶沙拉油,约有500弱势民众受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